因為那個時候真的 聲量真的高到有點誇張了 然後我弟弟 他一直傳訊息給我說 欸 出來選 我說你有病嗎你 他說真的出來選 我說你有病嗎 我說兩個禮拜以後 沒有人知道這什麼事了這樣 很多孩子都這樣走BBQ了 郭彥均仍被拱出來選 繼續講對的事 其實那篇文章 其實我是要大家來關注 就是所有醫療人員的辛苦而已 可能沒有前因跟後果 然後擷取下來 讓大家有點誤會那個狀況 對啊 不過我想說 但是每一句都是真實的 對 是真的 藝人郭彥均5月25號 剖廚和醫護友人的對話 因為一句很多孩子就這樣走 淪為政據口水戰 連政府機關都喊話調查BBQ了 當然有一些 有一些新聞 或是有一些留言 會讓我很難過 沒有想到 這麼誇張的渲染 是這麼的嚴重的 因為那個時候 聲量真的高到有點誇張了 然後我弟弟 他就傳訊息給我說 欸 出來選 哈哈哈哈哈哈 我說你有病嗎你 他說真的出來選 我說你有病嗎 我說 兩個禮拜後 沒有人知道這什麼事了這樣 我也都沒有去想說 我有什麼立場或什麼的 我只在纏述一件事情而已 事情的對錯 是應該讓人家來評論 而不是有顏色 因為你如果帶有顏色 去談論這件事情 其實所有事情都不是事情了 我們應該要更有能力去思考 這句話 它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才不會撕裂我們這個社會 從十多年來外景 我們這樣子下來對台灣感情 非常非常深 很多很多角落的事情 我們都看得到 我很害怕我自己 不敢去關心任何有關於 社會的事情 就是說好 我什麼都不要講好了 反正 朋友來的 請我關心什麼事情 我也說 我什麼都不要講了 我們就變成說是 反正我們就聽別人講對了 反正我們就是這個世代上的灰塵吧 就是反正時間過了 我們就塵埃落定這樣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改變什麼東西 可是我很害怕 我會變成這樣子的人 但是我也曾經我有講過說 我會繼續講我認為是對的事情 因為我相信我們在做電視的人 對這個社會上都有一種使命 因為我們不希望我們這個社會變得不好 你老婆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曾經正做噩夢和害怕 因為你們有小孩 對 那影響大了嗎 很大 我說媽咪我覺得這個社會很大 可是我們的聲音不能不能很小 但是我們的家庭很小 但是在我們年輕的聲音 是佔了很大的空間 我說台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而且這些新聞很快就過去了 我們要堅持做我們對的事情 跟我們說我們正確的話 良善的人其實是居多的 然後我兒童節目我在錄影 錄完的時候 爸爸媽媽來看我們錄影 然後拍完照來跟我說 彥均加油 彥均加油 天啊 我覺得這社會真的好可愛 我覺得 怎麼樣 沒有啦 希望台灣越來越好 我喜歡台灣越來越來越好 第一位 你好台北 很高興賣Chili 這不會很膩 不要藏我話 這是我天的 這是我天的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們不開心 不開心 他家裡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的 砲砲砲砲 他哥最怕的 是他自己 他 還有憤怒 在裡面 風騷 又是 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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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